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皮子太浅 隔着门板 我都能听到婆婆那故意放大的声音 她一定是在跟我老公刘明朗说那件事 早上老公刚出家门 婆婆就质问我有没有进过她的房间 是不是把公公衣柜里那条金项链拿走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虽然每天帮他们打扫房间 可我怎么会拿他们的东西呢 我当然立刻否认 公公也破天荒地帮我说了话 牛立是我们自己家人 怎么会拿呢 怕是我这脑子不好使 又重新塞到哪去想不起来了 这事先这样 等我这几天好好想想塞哪去了 公公说完就匆匆出门上班去了 婆婆也没再提 我以为就是个误会 说清楚就行 没想到 她现在背着我在跟我老公嚼舌根 平时婆婆就经常挑拨我们夫妻关系 这次还这么明目张胆的 我当时就气不过 用手里的秃把头狠狠地砸了一下门 妈 明朗 有话别躲房间说 出来摊开了说 婆婆滑地一下 从里拉开房门 气势汹汹地走出来 手指差点抽到我的脸上来 你还好意思摊开来说 果然村里来的 就是不知道羞耻 我私下跟明朗说 那是给你留着面呢 我不用你留面 东西不是我拿的 我肯定不会认 你们之前怎么没难 我都可以忍 但偷东西 这个锅我不背 我还有儿子呢 说出去我这当妈的脸 忙哪个 不行咱就报警 让警察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一反常态的强硬 毕竟 这关乎到我的声誉 和在儿子心中的形象 话刚说完 婆婆就一把薅住我的头发 巴掌劈头盖脸打下来 你还敢报警 别忘了你现在的好日子 都是我们家给的 说你几句就顶嘴 我没料到 婆婆会突然动手 头皮瞬间被她扯得生疼 脸上也挨了几个巴掌 她这是憋着气 故意找茬呢 忍了婆婆这么多年 这一刻我突然不想忍了 刚好趁着她先动手 我也狠狠收拾她一次 把这么多年 从她内受的委屈 还给她 想到账 我也抬手 开始还击 客厅瞬间变成两个女人的战场 刘明朗一边大喊着 一边上来拉架 可是她那手无腹鸡之力的小身板 被婆婆反身一甩 就摔出去老远 你个没教养的村妇 竟敢跟长辈动手 我叫明朗跟你离婚 你这个贼 婆婆一边怒骂一边 对我下狠手 我不甘示弱 也开始手脚定用往她身上招呼 刘明朗爬起来再次拉架 这次她被婆婆的长指甲刮花了脸 正当我要狠狠还击时 砰的一声 刘明朗把花瓶砸了 别打了 这日子过得够够的 再打你俩出去打 平时那个好脾气的男人 竟然也开始吼叫起来 婆婆终于松开了手 但眼睛却死死的邪秘着我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刘明朗扶着鹅角 眼神在我和婆婆之间来回扫荡 婆婆抢先开口 你爸 偷偷买了条金项链 藏着想给我个惊喜 没想到前几天被我自己翻到了 我想着老头子挺浪漫 我不能不解风情 等着他主动送给我 我再表现出惊喜来那不是效果才好吗 可这么几天 他也没动静 今早我没忍住 去翻了翻衣柜 就发现那条项链不见了 问了你爸也说是给我买的 但项链就是不见了 那你怎么一口咬定是牛力拿的 刘明朗追问他妈 他不是一直在鼓刀那些饰品吗 还开网店 他不是趁着打扫时 把我的项链拿去给卖了吧 小门小户出来的 说不准哦 婆婆又在那番白眼 妈 牛力她嫁进来我们家九年 给你生了大孙子 天天忙里忙外 你怎么还这样说她 你这样打她的脸 你儿子脸上也没光不识 刘明朗每次都这样 书呆子跟剖妇讲道理 哪里能讲得通了 但听到她一如既往地维护我 我心里好过了一点 每次被婆婆逼得受不了时 我就会想想 这个大我十岁的男人对我的好 十年前 二十岁的 我刚从农村出来打工 家里穷没见过什么世面 在网上跟刘明朗网恋奔线后 就一直跟着她 虽然她比我大十岁 可她人温柔细心 话不多 却对我特别疼爱 在一起半年后 我就怀了孩子 刘明朗欣喜若狂 带我回家见父母 可她妈一知道 我是农村出来的 立刻就不高兴起来 在她眼里 我这个农村来的女孩 是配不上她高贵的成李儿子的 我怀了孩子 就是想凭着 肚子母平子贵 一步登天嫁入他们家 可是天地良心 我从没这样想过 后来还是刘明朗坚持 我们俩才结了婚 婚后 我知道婆婆不喜欢我 我也尽量表现得懂事 听话 在家里包揽了所有家务 在我生馅子后 刘明朗更是对我疼爱有加 在婆婆面前处处维护我 这次也一样 刘明朗开始放大招 妈 如果你实在容不下牛力 那我们就搬出去单过 这次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们都要搬出去 听到老公如此维护我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实婚后我们就要出去单过的 可是公婆都不同意 他们虽不喜欢我 但对大孙子的疼爱那是实打实的 搬出去就不能天天看着他们的宝贝了 况且家里房子大 我们住楼上 公婆住楼下 婆婆虽然对我多有不满 可公公是文化人 加上刘明朗的维护 一家人表面的和谐 还是能积得没齿的 和婆婆彻底决裂 是有次她背地里 挑拨我和刘明朗被我听到 我抱着四岁的儿子扭头就要走 婆婆追上来抢孩子 一不小心就从楼梯滚了下去 那次她伤到了腰 我也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有点责任 所以后来一直留下来照顾她 没想到 今天她直接就往我头上栽赃 婆婆一听刘明朗要搬出去 立刻软了下来 我也没说就是她拿的 只是这东西好好地在家里 怎么就不见了吗 她不是开了个卖饰品的网店了 会不会她发货时拿错了 有没有这种 可能我是说 看着刘明朗那快要喷火的眼神 婆婆的话说不下去了 我开店还不是因为 你们不让我出去上班 我开店卖的都是自己设计的东西 不信案你那金的银的 我适时抛出自己的委屈 这次我们说什么也要搬出去 孩子大了 如果我俩天天这样吵 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你的项链 还是好好论论公公吧 说完 我就拉着刘明朗上楼处理伤口 老婆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这次我们一定搬出去 现在就收拾东西 刘明朗歉旧地摸着我的头 搬 肯定要搬 但是搬之前 我得跟你说件事 我决定把心中这个憋了很久的秘密 告诉刘明朗 咱爸 怕是在外面有情况 作为一个儿媳妇 这话我实在不好开口 不会吧 我爸可是堂堂门坏人 怎么可能 果然 刘明朗一点都不相信 或者说不敢相信 我没上班 婆婆又伤了腰 家里的家务基本都是我操持 从半年前开始 我不经意在公共换下来的衣服上 发现了蛛丝马迹 第一次 是一个不太明显的口红印 有次是几根卷曲的长头发 最过分的一次 在他裤兜里发现了一个安全套 我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跟刘明朗说这事 可以想到 我在这个家里的尴尬境地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硬是闭紧了嘴巴 我在想这条项链 会不会是爸买给别人的 但没来得及送出去就被妈发现了 老头以为他不知道 后来时机到了就给送出去了 老太太左等右等没收到礼物 所以有了今天这出 而我 稀里糊涂帮你爸顶了这次雷 我慢慢分析给刘明朗听 我说的这些话 对于刘明朗来说 信息量太大 以至于他呆呆地 棱在原地没打我的枪 可是 想通这一切的我 已经在脑子里有了个计划 睡觉之前 刘明朗终于从他爸的事情里 缓了过来 这个比我大十岁的书呆子把我搂在怀里 老婆 你就说怎么办吧 我都听你的 这次我妈确实太过分了 咱们一定要搬出去 只是该怎么办 这个简单我附在他耳边 细细跟他说了计划 就知道我老婆最聪明 听完我的计划 书呆子抱着我又亲又肯 之后他去找公公去了 第二天早餐时 公公宣布了一件事 明朗里带着老婆孩子搬去另一套房子 刚好年前租客退了租 现在空着 孩子大了 我们得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 任何人不得有异议 说完 他的眼睛直直地看向婆婆 把他要发飙的话硬是给问了下去 另外 家里找个保姆来照顾你 那项链我找到了 被我拿去办公室去了 昨天着急忙慌回来又忘了拿 今晚给你拿回来 你冤枉了牛力 要给孩子道歉 公公继续脸不红气不喘的扯瞎话 项链哪是找到了 那是我让刘明朗给他出的主意 重新买条一模一样的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 目的达到就行了 不错 我昨晚让刘明朗去找公公把话挑开了 我们只是要搬出这个家 至于公公以后爱怎么玩那是他的事 还有眼前这件事 重新买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也能遮掩过去 他的事我们不干涉 所以我们的事也希望他能好好定夺 听完公公的话 婆婆自知理亏 但还是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道歉 丽丽你别怪我 我这人你知道 心知口快 但没有坏心眼 都是一家人 以后别跟我见外 我也大方回应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怪不怪的 误会解开就好了 以后我们不在这边 你得注意着身体 在刘明朗和公公面前 我一直是大方得体的好媳妇 只是一想到婆婆以后可能要面临的情况 我心里有点五味杂陈 他以后 怕是要忙着去对付另外一个女人了 我公公那人 整天喜欢端着个架子 明明他也讨厌极了我婆婆的蛮横无礼 可因为没损害她的利益 所以她在婆婆给我委屈受使 她不愿得罪她 从来没有站出来 为我说过一句公道话 包括这次的事情 明明项链 就是被她拿去送小三了 可在婆婆冤枉我时 她依然轻描淡写一句话 就想蒙混过关 但凡她当时强势点 勒令婆婆别乱冤枉人 也不会有后面的打架事件 没有这打架事件 我也就不会揭发她的龌龊事 给她儿子知道 所以人呢 都是自私的 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 我们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 也难怪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